对岸为什么如此提心吊胆呢 我们一艘船就让对岸怕成这样了吗 最近对岸的叛乱武装本想展示一下所谓的实力 计划进行一系列的导弹式射 一些岛内媒体也随之鼓噪起来 试图向大陆叫板 然而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 这些计划很快被取消了 根据岛内媒体的披露 几天前对岸的两架F-16V战斗机 从花莲基地起飞 飞往九鹏基地 计划使用携带的美式AIM-120C 中距拦截弹进行实弹打靶 由于对岸平时手中这些导弹数量非常有限 所以这次实弹打靶的机会也非常珍贵 然而这次射击方案最终被取消了 战机也被获返航 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天原定在九鹏基地进行的 雄风2和雄风3导弹试射计划也被取消 这种同步取消显然不是偶然实现 很快 岛内媒体关注到解放军的一艘815A型电子侦察船 天拳星号出现在了台岛东南海域 岛内媒体猜测 台军可能是担心雷达开机时 相关信号被解放军捕获 从而导致战机飞行员不敢开火 最终错过了发射导弹的最佳窗口期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对岸的操作失误 导致发射计划的一个取消 无论是哪种原因吧 这也都让对岸相当的丢脸 一直以来 对岸自称如何强硬如何强大 扬言对解放军是毫不畏惧 结果仅仅是一艘没有武装的电子侦察船 就让他们心生忌惮 甚至不敢开机发射导弹 这样的表现却是让人看了笑话 如果真是所谓操作失误 错过了这种最佳的发射窗口期 那就更让人笑掉大牙了 对不对 对此岛内媒体也纷纷向防务部门求证 到底是什么呢 原因呢 好 对岸所谓的海军部门也是选择沉默不语 而空军也否认了此事 宣称所有事舍按计划进行 然而根据最新的消息 这次原定于前一天进行的试射任务 拖到第二天才勉勉强强的完成 这一系列的反应也暴露出对岸的心态问题 解放军曾在台岛周边进行过实弹射击 比如说导弹试射啊 火箭弹也都落在了台岛附近的海域 解放军根本不在意 对岸是否能够探测到相关的数据 因为即便对岸掌握了相关信息 也没有办法进行应对 然而对岸对他们手中的那点装备啊 格外真实 生怕被解放军捕获一丝一毫的信息 发现其中的弱点 毕竟啊 他们手中资源有限 一旦损失了 难免是让他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只好保持这种神秘感 才能勉强维持一些所谓的威慑能力 实际上啊 这也透露出一个隐藏的信息 就是对岸的帕乱武装 对两岸的军事实力的这个差距的认知 还存在问题 以及他们对解放军的能力啊 其实并不是一点不了解 他们清楚解放军的电子战和信息战能力 可以轻易捕获和拦截 他们的信号和情报 因此在关键时刻才表现的犹豫不决啊 曾几何时对岸的空军士气高涨了 但近年来呢 解放军不断施压 以磨灭了他们的锐气 近年更是传出消息称 对岸空军部队中 十个飞官九个想着退役 剩下的一个呢 只想着升迁 赖清德之旅游试图依靠这样一支军队 搞一无俱同 显然是痴人说梦啊 连打法都犹豫不决的军人 弹劾真正的战斗力呢 对岸的这些所谓武装力量啊 我看还是趁早 苦命练逃命的本领吧 毕竟这个本领迟早能用得上 就像我一样的军颜柜 一样的军颜柜